2019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4月24日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 在篮丹首轮对决中 陈龙以2比0战胜日本选手长山干派 晋级篮丹次轮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陈龙表示 这毕竟是自己在亚锦赛的首场比赛 主要目的还是适应场地调整状态 并称在家乡打球的感觉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回到武汉打比赛 我觉得可能跟参加其他公安赛是不一样的 所以自己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 比赛还是一场仗打 因为每次在武汉 我觉得自己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发挥 面对即将来临的奥运会积分赛 陈龙表示要全力以赴 根据世界雨联的规定 每个国家在一个项目中 最多只能有两名选手参赛 中国羽毛球蓝丹现在有三名主力 石宇奇 陈龙 林丹 这意味着陈龙要拿到明年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就必须挤掉石宇奇和林丹中的艺人 这个比赛完开始就是奥运积分赛了 条件是一样的 所以全力以赴吧 2017年陈龙在武汉拿过亚锦赛冠军 作为亚洲顶级羽毛球赛事 2019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于4月23日至28日在武汉举行 这是武汉体育中心连续第五年举办该赛事 这点是武汉体育中心连续第五年举办